这边有一个10公尺的线段 创建一个几何节点 创建一个Curve to Point的节点 接着将点的总数连接到群组输入中 方便以后调整 接下来这个步骤是不必要的 我为了方便说明 将原先输入的线段也同时输出 接着我们要让这些点沿着线段移动 给它一个Set Position的节点 再来给它一个Sample Curve的节点 将线段的资讯接上 并将输出的Position也接上 此时所有的点都跑到了起点 线段起点的系数是0 中点是1 每一个点都相同得到了线段在系数0到1之间的位置资讯 我们可以将点的索引接回线段系数上 此时的点出现在起点跟中点 这是因为每个点的索引都是整数的0、1、2、3 所以这时索引0的点在起点 其他点都在中点 这时候只要给它一个Max节点 选择除法 将索引除上点的总数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没有点停留在中点的位置 这是因为如果想让点在线段均分 需要除上的值是总数-1 但此时我们正好需要这样子的状态 下一步我要先将这个值储存下来 给它一个以名字储存特性的节点 并将特性命名为Edge 接着将前面计算的结果存在这个特性中 你就可以在试算表中找到储存的值了 接着我们利用NamedAttribute的节点 将特性Edge的值接回系数上 下一步我将影响特性Edge的节点们 包在一个frame内 并将它命名 再来给它一个Max的节点 使用加法 调整数值 它就可以在线段中移动了 这边你会看到 数值超出范围时 它会停在1或0的位置 我们给它一个Max节点 使用Fraction Fraction会取值的小数位 所以得到的值 永远会回到0至1之间的范围 也因此能够达到在线段中循环的效果 下一步 我将原本说明用的节点删除 接着建立一个InstanceOnPoint的节点 建立一个UV球体 将它连上Instance 并且我将球体的面数 设为6 乘式 将球体的半径 接到群组输入中 方便调整 将场景的时间导入 并接上控制移动的节点 按下播放键后 动画就会自动持续下去了 接着将时间乘上一个值 并将这个值接回群组输入中 然后将它命名 就可以在修改细栏位中 调整烟雾的速度 下一步调整每个点的大小 将原本特性的Edge复制 并接到Scale上 它们就会从小变到大 可是它们太规律了 所以创建一个随机值 我这边数值 设在0.5至1.5之间 并将它们相乘 大小就会有变化了 目前它的中心点都在线段上 我要让它的位置有点变化 复制原先随机值的节点 并将类型改为向量 数值我设在-1至1之间 将它接回SetPosition的Offset 会发现起点处的偏移过大 复制特性Edge的节点 使用VectorMath的节点 将随机值做Scale 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了 位置跟缩放有了 接下来是旋转 我复制原本的随机值 为了让它变化大一点 我这边的数值 设在-20至20之间 接着要让烟雾的动态更丰富 再次创建ThinkTime节点 并使用VectorMath 让它们相加 目前的烟雾动画已大致完成了 加入一个SetShadeSmooth的节点 使球体平滑 再加入一个SetMaterial的节点 我们现在又测材质栏位中 建立一个材质 并将它命名 并指定它 进到着色器编辑器中 建立一个特性节点 将Edge导入 并将类型设定为Instancer 接着使用色彩渐变 调整烟雾从0至1之间的色彩变化 再创建一个色彩渐变 以及混合着色器节点 使用第二个色彩渐变的值 当作遮罩 并创建一个透明BSDF节点 将它与颜色做混合 进到材质设定 将Blend Mode设为AlphaBlend 并勾选背面剔除 这样就能达到烟雾尾端淡出的效果 接着我要让烟雾前段发亮 创建一个Mapper Range 一样引用特性Edge 将输入的最小设为0.1 最大设为0.25 打算让烟雾在0.1至0.25之间 从亮到不亮做线性变化 将原先烟雾的颜色 使用VectorMass的节点 并选择Scale 接上Mapper Range输出的值 并将输出的最小设为20 这样烟雾前段就会发亮了 接下来增加烟雾边缘的细节 建立一个Phanier的节点 复制先前的混合着色器节点 再次将它与透明BSDF节点混合 将Phanier的值设为0.8左右 烟雾的边缘会变得更圆滑 也可以使用造讯纹理 让它增加更多细节 接下来的这些步骤内 所有的素质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自行调整 以上就是我如何制作这种烟雾的做法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